美国经济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公司 罕见的大砍台积电的持股 砍的幅度高达86% 转而加码买进苹果 美国元月零售销售报告强劲 创下两年来的高峰 显示在高通膨的汤下 消费者其实不害怕花钱 而关键的美国元月通膨报告出炉 高于预期 市场又担忧了 那再再加深了联准会升息的压力 不是首例却相当罕见 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海瑟威周二公布 他们在去年第四季大砍台积电 超过百分之六十八的持股 目前波克夏眼中的宠儿则是苹果 上一季加码买进价值三十二亿美元的股票 带动苹果股价今年以来 已经上涨近百分之十八 但反弹力道 人布及电动车大厂特斯拉 周三特斯拉执行张马斯克 以视讯的方式现身杜拜 举办的世界政府峰会 并针对特斯拉股东最关心 谁来接管推特的问题 让马斯克松一口气的 除了计划要在今年卸任推特CEO 特斯拉股价也自今年以来强谈百分之九十八 亦反去年重衰百分之六十五的颓势 尽管如此根据慈善纪事报马斯克仍在二零二二年捐出价值十九点五亿美元的特斯拉股票做慈善 今年则要向竞争对手释出善意 特斯拉计划二零二四年之前 开放部分在美国总计七千五百座的特斯拉充电桩 供其他品牌电动车充电 纳斯达克在科技成长股额带动下 今年以来已经反弹百分之十五 周三美股三纳指数全面收红 但涨势被削弱 因为投资人心头的那根刺原载 即前一天通膨降温速度不如预期后 周三公布了强劲的美国一月零售销售 暗月大增百分之三 涅劲则创下近两年来新高 消费者买期不减 让联准会的压力再填一层 因为对部分民众而言 买车的好时机总算降临 美国一月二手车价格下滑将近百分之二 平均便宜了一千六百美元 和台币将近五万块 晶片等重要零件越来越充足 成了价格能压低的主营之一 压力衰退的房市传出捷报 全美住宅建设业者协会最新报告表示 美国建商信心指数 在经历一年的下滑后反弹 还创下十年来最大 民宿龙头Airbnb 也在旅游需求的强劲反弹下 第四季营收和获利亮眼 并上修今年猜测 激励周三股价大涨超过百分之十三 但就在同一天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发布一份未来十年的预算前景报告 除了预测美国今年成长停滞 同膨放缓 联邦政府的赤字总额 也将达到1.4兆美元 这五党派组织更警告 目前最迫切要处理的 是已经超过31兆美元的美国国债 违约灾难倒数计时 共和党要拜登先让步 才愿意提高上限 白宫的态度仍不屈服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